进去猜测一下 哇 你这不是标速吗 从染污镇出发 快到波密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在雪山脚下的村子 我们对面这个雪山叫什么山 康牧雪山 在318马上要进波密的时候 有一个小村庄叫康牧 值得朋友们在这住宿一下 诶 正前 你不要骑马了吗 这里好 这里比那里还好 没骑马了 下来就马 黄德鞋 骑那个 骑白色呢 他不行我骑 他要骑小的 你骑白马 钢哥这次也泛起了童心 要在雪山脚下骑一次白马 可给我剩下这一批说啥也不走 就在318国道的旁边 但它的南边就是雪山 特别高的雪山 我们今天还遇到了康牧村的小城村关 对 小城村关 小城村关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藏族同胞的家 哇 这不是标速吗 这也是康牧村的农户家里面 农户家里面 哇 这么好 也是个壮族同胞家里 对 这是我们的甜点 哦 这边是会客厅 这边是做饭的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人家以前古董的 有些是家传的 有些是自己现在买的 不是做火锅的 这不是做火锅的 这不是做火锅的 这不能做火锅 这不是 当器皿装东西 对对对 没用的 还有很多都功能 但绝对不是做火锅的 也都是象征我们生活现在比较富有 我明白 以前是生活的必须品质器品工具 但现在慢慢的都演变成一个收藏品 对 这次加成了价值一万多两万块钱都有 这一个是吧 对一个 那这个屋子值值不少钱了 对对 其实很多人都是走318来西藏之后 就是偶尔在路上看一下风景 对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我们周边的很多的人文 相亲那种 对对对 就是民族风情很多都没有办法了解 这是一种木房子 你看到 对 两个会客厅 走 这边就是跟刚才差不多 你这个厨房 对不对 来 现在上了 你看咱俩还有养的 养的多肉 咱家也有 对 对不对 你看这厨房 安宿住的真好 你还担心他们这边很冷 其实不冷 因为他们冬天会烧很多的柴火 不把屋子取暖去的非常好 你看这个都没动坏 看到没有 是的 走吧 哇 这里空间好大 是不是 是的 请进 你看收拾的特别干净 你看很多的锅碗瓢盘 是不是 对 对我们家里收拾的还干净 对 它都很讲究 你看都摆得很整齐 对 对 这是人为一种气息 在车往这边进 这个也可以收 然后还有一个客厅 大家请一个 还有一个客厅 对 这个我们这一 它这个客厅是干嘛用的 就是人 现在都是 就是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 在这边喝茶啊 休息啊 对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客厅 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家里的大缸一样 是存粮食 存水 对不对 主要存水 主要存水用的 对 对 而且都是铢制的 都是铢制的 都是铢制的 有些是手工的 有些是机械的 对 而且多了 你看人家的大壁炉 对 看人家的楼子 这个楼子豪华吧 豪华 这里的每家每户 打开窗子 就能看到对面的雪山 又把钢哥羡慕坏了 里面保暖坑好了 对 而且很大 很大 特别大 谢谢谢谢 谢谢